十五周岁 从小身体就不好 现在把上红茶来的 他说的我是姐姐 我没有骗子吧 我拿来的 他肯定的他医药素高 高一道素高 高一道素血症啊 血症当时没有 就是医药素高 白人从小肯定就那肚子啊 从三岁开始就那肚子就没好啊 我领着也上了 谁也治不好 就是肯定的 他就坐那天大便不爱牌 牌头都不成形 从小就脂肪肝比较严重 我这头记上了 我怕说不明的 我看 我看 你看 就底下这些 重度脂肪肝吗 我儿子从小就睡眠就不好 孩子压力大嘛 是 他就是那边上 要上的有他 要老不下的 你看 他这个就睡眠啊 他整理的 他不爱睡 睡着了 但是你睡的还快 快完事呢 你脑子里全是梦 早上你懒洋洋不爱起来的 我儿子脾气现在瘦了 我儿子呢 他忍着一天 他一天就懒得动他 我儿子呢 我感觉他忍着一天啊 他稍微累一点 然后免得力 就像底下 稍微累一点 或者赶紧睡觉 这边就脑子疼 手脚还霸凉的 到夏天你还烫瘾 稍微就是那个到秋天了就开始 那手脚那都霸凉啊 那腿啊 那屁股哪都霸凉 反正上面那老人的脸上全是霸的 还热 现在不是说治疗他疾病的问题 现在得调整他整个体质 体质是吧 嗯 头痛医痛 脚痛医痛 现在对他来说治标不治质 对啊 就你那天吧 我不老看你那个男的视频 然后我就跟你讲的吧 比较有道理 孩子并不是说一天两天的 但是他好像是把他讲 对 他就从小就这样子 就是说 他脾胃虚弱 小时候又脾胃虚弱 他就这懒得动他呢 他不动的 一点一点的 他不动的 现在大便怎么样 你呢 你自己感觉 几天大便一次 一天 一天大便一次 一天大便一次排便 灯厕所能炖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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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稀还是偏稀还是偏干 稀 嗯 还有一个零毛皮 一个零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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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脚文化好了 去吧 了解他情况 现在得把他这个干 他脾胃都给调一调 多人 所以我的顾名啊 嗯 就是现在啊 他老子就是 什么到底也不懂 嗯 就是像毛子很红 嗯 也就是放脾气 还是不讲道理 嗯 这个吧 跟跟什么 跟孩子身体有关 他肝气淤结的时候 这个他这个 刺他发不出来 有的时候感觉 嗯 好 哪有 我也老看 老是不好 这个他有关 他有一个干什么 那个小时候学生的一个 习惯什么也有关 你小时候太惯了 是吗 就是肯定有病 我们老惯了 那孩子过来做 有几件事情哈 你现在你现在得得去做 第一个呢 得增加运动 你现在这个 得把这个 身体的体质调整好 从整体来说呢 你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身体啊 包括情绪啊 都属于你们这个青春期 发展的这个正常现象 你这段实验呢 主要一个是把这个 锻炼啊 再加强一下 饮食上 再注意点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少 然后咱们 配合啊 你要配合我 帮你把这个身体啊 包括精神状态 都给你调整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在头脑疼呢 它有什么睡觉啊 或者是在肝脐瘀 肝脐瘀血 脐脐瘀 所以你讲不通则痛 经过不通啊 气血不通畅 那省人麻糊肚子 那也是 那也是气血循环不好 现在那胰岛 胰岛这个问题 这个胰岛功能分泌啊 还是那什么 跟他的这个 脾肋不合有关 听到没孩子啊 嗯 这个现在 你得好好 好好调理调理体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你得把体质调理好 行 问题不大 不要有东西里处的 好好调调调 对啊 现在拿一看跟你说的名字 找哪个到处得说不名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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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尼烏 对啊 对啊